耳朵管的就是我们的志向 也管我们的福气 也管我们的行动力 所以只要耳朵够高的人 他的志向一定是高的 而且他的行动力是很坚强的 也就是说我想到什么 我就一定要做到什么 那像这样子的年轻人呢 如果你用他的话 你真的可以好好的用 因为他会觉得 今天我辛苦一点没有关系 因为我是为了日后的荣耀 来 我们请教一下苏恒老师 什么守面向的人 会努力追求自己的目标 来 我们来看第一个 第一个呢 耳高眉阳 这边我们第一个来看 耳朵多高叫高 要超过你的眉毛 就这个最顶端的地方 要超过你的眉毛 这个叫做耳高 然后呢 最重要的是 眉毛是要阳起来的 不是像那种八字眉垂垂的 不是喔 它是要有点是这样阳起来的 好 耳高眉阳的人呢 聪明努力 为什么这样说 第二个 耳朵管的就是我们的志向 也管我们的福气 也管我们的行动力 所以只要耳朵够高的人 他的志向一定是高的 而且他的行动力是很坚强的 也就是说我想到什么 我就一定要做到什么 那像这样子的年轻人呢 如果你用他的话 你真的可以好好的用 因为他会觉得 今天我辛苦一点没有关系 因为我是为了日后的荣耀 那如果是眉养的话呢 更重要 它叫做心性坚定 也就是说我确定我现在想要做什么 我只要坚定了 我就会一直往前冲 所以眉毛要阳之外 而且眉毛还要浓 那就代表这个人呢 他更有行动力了 再来我们看第二个 第二个呢是日月角突起 怎么了 这两块喔 对对 好 日月角突起怎么找来 我们大家看一下 我们左右都有这个瞳孔 对不对 然后这个瞳孔往上找 在这一块 这两边 就在这两块 这叫做日月角 日月角呢代表就是爸爸跟妈妈 那大家会以为日月角突起是好事 可是呢 老师在这边要跟大家讲 刚好有一点相反 日月角突起的人啊 代表你的幼年孕 尤其是呢 你国小以前的时候是比较坎坷的 可能爸爸妈妈给你的助力 相对少一点点 所以为什么说日月角突起的人呢 会追求自己的目标 因为他呢 就是觉得小时候我苦过了 我想要有所作为 我希望我可以靠我自己的能力 去多做一些什么事情 或是靠我自己的努力呢 找到我想要的目标 而且呢 日月角突起的人啊 对于事业 有一种另类的追求 跟另类的坚持 所以如果你看到你的老公 尤其是老公哦 你看到你的老公 或是你在选男朋友的时候 看到这种日月角突起的男生 你大概可以判断 他的幼年呢 也许不是那么的平顺 不是那种 常来伸手 犯来张口的富二代 但是他日后对于他的事业 一定会非常的用心 所以你要陪伴他 在他的事业上面成长 他就会很爱你 好 来我们看第三个 第三个呢 是眼皮要内霜 好 大家呢 很多人都常说 哇 女生啊 或是男生 看到那种帅哥 浓眉大眼霜 眼皮好好看 但其实呢 那是一种桃花 可是呢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找这种 眼皮内霜的 因为他代表沉稳奋斗 眼皮内霜的人 他是一种内秀之人 就是我的心情 或者是我的想法 我通常是 往往是藏在心里面的 所以叫做内秀之人 那内秀之人呢 他沉稳而内敛 他会把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呢 放在心里面 可是他的持久性很强 这时候老师要建议 你如果去看那种 名门的学校 第一志愿 第二志愿的那一种 终于是第一志愿的 你看男生 那个毕业生的那个照片啊 很少双眼皮 几乎都是单眼皮 真的 你去找 那么韩国人都是 韩国人 韩国人 不会 韩国人蛮多双眼皮的 好 但是呢 为什么会特别强调说 还有我们去看那种第一志愿 因为像这种内秀的人 他也很适合有去做那种 很单调 很专一的研究型工作 因为他的那种一致性跟专注性呢 太强了 所以他会很努力去追求他的目标 所以你看很多那种专家 学者的眼睛都是长这个样子的 好 再来我们看首相的部分 首相的部分我们来看向上线啊 我们要努力向上 好 这个企图心才会旺哦 努力线长在哪里 企图向上线长在哪里 向上线长在我们中指的下面这里 还有呢 我们的生命线这边 会有微微的向上的这种细纹 这个都叫做向上线 那如果呢 你好 你的手上刚好 就如何 两个不一定都要有 有其中一个就算了 那如果呢 你有其中一个的话呢 代表说你这个人除了企图心旺之外 你想要的都是我怎么努力向上 就是这个企图心要很旺 那么呢 如果说啊 你会看到你们家的那个叫做 譬如说你们家有那种助理啊 弟弟妹妹啊 把他的手抓来看 如果是这样子有向上纹的呢 你就要好好的提拔他 他绝对不会让你失望哦 好 这首面相给大家参考看看 来 我们这边问一下又欣 又欣当然因为家里面比较辛苦啦 爸爸走得早 然后妈妈要养五个小孩 所以你国中就开始打工 然后你中间 你其实你很向往当演员这条路 但是又是考了船员证 还去跑过船 其实因为其实我是念这个科系 所以必须要跑船实习才能毕业 对 然后我在还没有 还没有跑船前 其实我就是在台式训练班 然后从灵迹这样一直演上来 慢慢地演上来 是 然后跑船那段时间其实 让我国际观打开来 像你现在看到右上角 那个是在苏伊士运河 就是你在小鲜肉啦 对 对 浩呆爸爸 对 这是苏伊士运河 然后呢 苏伊士运河 然后在船上当班的时候 当职的时候 这就是专科的时候 你看起来还蛮早熟的 对 老一旦 老一旦 真的喔 去了十几个国家 对啊 我们就是新加坡 香港不要算话 什么意大利 法国 西班牙 中东 吉他 港 意大利 一级都去过 然后其实 其实在船上的时候有四种人 有四种人 船上有四种人 对 我说有四种身份的人 在还没有靠港的时候 他大概就已经换好便服了 一种是船长 就是在甲板上面老大嘛 一个是舱底的轮机长 还有一个是现在这个职位 现在应该没有了 就是暴物主任 就是发电报回公司 各港口的 还有一种就是实习生 那我那时候属于第四种实习生 实习生 就换好衣服了 所以到每个国家的时候 一靠港我们就下去玩了 我们是不用当职的 就其他的要当职 什么大富二夫 大管理 我们要当职 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下船的时候 你下船 也会有船员 大家以前传闻不知后 都那个 干嘛 对 船员要跳这种舞啊 船员不要 不是 你要想一下 船员出去之后 他也有生理需求啊 像我出去是半年回来 还有出去是一年才回来 才回家了 你说有妈的 那不 老要等一等多久 对吧 那其实很多的船员到码头之后 像我们公司是不行啦 其他的我知道是 直接每一个港口 他都会有一个女的在等他 就固定的老乡好 然后我记得我有一天到西班牙去 我西班牙提了两个港口 就到西班牙 我每次都站在这样 站着看他们的郡区 我就在旁边看 然后都在外面等 我真的没有去实习 这个陆地上的实习 我没有实习过 我就站在旁边看 然后我就看到旁边有一个女的 他就这样 吹 我就转头看 西班牙 穿他这样断去 两百块 就这样开的 腿这样开的 我会转回去看 他就这样打开来这样 我要不要 好像沙郎史东这样 对 你知道语言不通 他用肢体告诉你说要不要 对啊 所以到每一个港口 其实船员还是有他们的需求 就是男人的天堂 每一国家都有 你看你可以接触到法国的 意大利的西班牙 那你去 你干嘛那么忍呢 对啊 我每到一港口在等什么 等我女朋友写信给我 等那个代理商拿信件上来 我当时还是清纯 是 他也怕生病吧 没有 不敢 因为你实习生 怎么敢用那些有没有 到时候老K万一 故意说陆地上要打你分 然后到时候回到船上 你下船的时候给你打个报告 怎么办 不敢 真的不敢 反正回来你就转行啦 对 回来就转行 你就去拍天眼了嘛 对 拍天眼啊 那时候右跟心都打错了 罗哥的罗也打错了 你的马又心 对 我是拍天眼的时候 一定是罗哥的 这是李罗 对 李罗现在就有老了 罗哥是武行出身 对 然后那时候所以那时候天眼 天眼的打戏都他自己来 不用替身 又心急 厉害 但是罗哥其实有点 他有点健忘 我光拍天眼的时候 我光帮他 他开车门就开过三次 他那时候是福特那种大调 旁边还有密码那种 车门巴士那种 然后后来人家 人家问我学历 我说我念到研究所 人家说你研究所 你念哪一锁 我说在长春路跟一通街口那边 那边哪有研究所 我说研究开锁的 一天都很帮罗哥开锁开车门 好